生活中常用的小家电如果坏了怎么办 在台中成立了家电诊所 提供10月底前免费维修 让家电循环再利用省钱又环保 电风扇突然转不动 饮水机水出不来 送原厂修理不如买新的划算 但是却对地球造成负担 因为现在的家电其实讲起来也不贵 可是这不是钱的问题 就是造成了我们其实地球的一个依然 根据环保署98年统计 台湾的废电机电子设备 总回收处理量为10万7385公吨 总减碳量可达22万1213公吨 为了提升废家电设备循环再利用 台中成立全台第一间家电诊所 在10月底前免费维修 之后着收工本费50元 小故障 所以我们负责在三天内会把它修好 所以送来我们登记联络电话 那尽速地修好以后可以送回 包括电扇 台灯 饮水机 吹风机 小烤箱 电锅 这家家电诊所都提供检易维修 技师提醒如果没有不当使用 故障的小家电都还有机会修复 不当使用比较会坏掉 而且会损坏比较严重一点 就比较没办法修复 那如果只是说用久了把检丝烧掉 那就比较可以 还是开关 用久了老化也是可以修好 家中是否有故障的小家电呢 送来家电诊所 既省荷包又环保 新唐人聊太电视秋天喜 张之轩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才能发现 把检丝进行 小 spends的时间 来自 Bridger 这次的丝学 这个't zn